市長要提出 像我來到東南規模上大關電 有機農業紙路專頁參觀的是 新英雄農業聽出到秋風的幹部 東南市推動到有機農業的發展 靠渡市区無農層的區域 其他的區域有機農業進階 並且累積已經有650公斤 嚴重合計都給總共有200塊錢 許許多多的我們年輕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為這個跟大地友善 跟環境友善 以及跟產業友善 以及跟人文友善 最重要是跟鄰居友善的一個永續 有機農場能夠在台南發光發熱成長茁壯 市長在農場時 昆廷說這是一個成功的電話 以所有青龍競爭建成成功的故事 感謝他們為有機農業的打拼 這個石森永續農場 已經做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示範 在這五年多的經營 我們覺得其實立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 農業是跟大地共存 是跟我們的生活共存 不是排懼他人或是排懼別人 我們覺得其實這點在石森上面看到一個成功的典範跟例子 其實像英雄農場有定位是專業生產農場有溫泄網市的規模有三公金 讓農場可以來溫定共會 去提供消費者尤其自然安全的實在 在這個環境就像是高峰一樣 剛才收入手來包圍之外還有一座懶人湖